今天用这个块豆腐给大家分享一道豆腐不一样的吃法 做法呢 简单好学 蒜香浓郁 特别适合在家里做 这道菜在家已经做好了 那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再把它豆腐切成骰子大小的块就可以 再切着这个蒜子 蒜子可以多切一点 这道菜呢 突出的就是这个蒜香味 咱们在煎这个豆腐的时候啊 油温稍微高一点再下入豆腐 这样豆腐下了以后啊 它不容易粘锅 把咱们煎好的豆腐捞出来 控干油备用 锅内这油啊 不用倒 直接把这个蒜子给它煎一下 把这蒜子呢 煎至有点虎皮色 这时候加入少许的蚝油 再来点酱油 来少许的水 水不要太多 慢锅蒜子就行 味精 鸡精 少来点白糖 把这口挑好以后 把这个煎好的豆腐给它放里边 这个时候的豆腐不要着急出锅 让这个豆腐在锅里多炖一会儿 这样呢 这个豆腐更容易入味 最后把这个配料给它放里 来少许的水淀粉勾一个薄线 翻炒个三五六七下 出锅装盘即可 这道蒜子烧豆腐 在家您像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双击收藏 。